现在为大家讲解一下开业的最新情况 考虑到产品、物流、扣物中心等的情况 香港公司开业的时间暂定会定为10月的中下旬 我们也会尽力争取尽早开业 如果有最新消息 我们会在韩国的官网进行公告 距离开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请大家密切留意最新的消息 而我们香港公司的位置将会坐落于黎智角 距离地铁站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 艾多美香港的累积注册人数 由4月的4000人直到8月底 已经突破了2万多人 人数也有显著的上升趋势 而销售额方面直到7月 已经突破了1700万港元 由于香港的疫情都比较反复 所以我们也不太建议会员上来我们的办公室 而之后对于我们艾多美香港有任何的言问 也都很欢迎大家电邮到我们的客服 atomysk at atomysk.kr 我们会有专人解答你的问题 接下来和大家讲解一下注册的基本资讯 想成为香港会员就要符合以下的条件 首先要年满18岁 并持有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证 并且有常用的香港手机号码 请注意 公司只受你个人和合法夫妻的联名申请 不接受以公司或团体名义提出的申请 关于香港会员方面 请注意以下的安排 由即日起到香港正式开业之间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新会员的申请 只需要上传身份证的认证就可以进行注册了 在这段阶段之前 如果完成了注册的香港会员 暂时不需要进行银行资料认证 在香港开业后 新会员申请只需要进行身份证认证 就可以进行注册了 年龄也会放宽到年满18岁以上 所有会员如果想领取相关奖金 就必须要在官网上进行银行资料认证 艾德美香港奖金制度 和其他海外国家及地区的制度都是一样的 分别有安置组织奖金 领导贡献奖金 进阶成就奖励等等 简单来说 安置组织奖金的发放奖金时间日期 会是每个星期三至星期二 为一个计算周期 每日结算 一个周期合算后 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发放奖金 而领导贡献奖金 会以每月1至15号 16号至月底 为上下考核周期 当月7号发放上月的下周期奖金 22号发放上月的上周期奖金 详情可以在香港开业后登入官网查看 香港艾德美购物中心的付款方式包括 Global Video Channel 和大家介绍Channel Atomi 更简单 大折找到你想要的资讯 运用主题标签 找到资讯话 华金2 系统化的分类更方便更快捷 多国语言的字幕 帮助会员经营全球性的事业 智慧型的選單 更方便的瀏覽 可以收藏到自己的清單 簡單快捷的分享 還可以下載高清影片和字幕 配音等等之餘 更方便的運用教育資料 可以直接把喜歡的商品加入購物車 令購買更方便 你可以在這裡隨時看到你收藏的影片 收藏的影片也可以一次過分享給其他人 在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 出相電腦 站身的Global Video Channel 更方便更有智慧 Channel Atomi 產品方面 根據香港有關的法律和規定 健康功能食品已經完成了17種食物檢驗奔記 大多數的產品絕拆 都是與韓國相同的產品 亦採用了中文標籤製作 在初期 香港艾多美將會為各位帶來55款商品 包括了換力飲系列 保健食品系列 美容護膚品系列 個人日用品系列 食品系列 和清潔用品系列 並且有更多的產品開發當中 希望到時候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關於我們的運送時間 購物滿港幣500元可享免運費 而500元以下 首3公斤合力收取40元 其後每公斤會零加6元 至於送貨時間 如果會完星期一至5下午3點前落班 貨品2至3天便可以送到指定的目的地 如果星期日或公眾假期會順延一天 以下簡單講解一下公司的退換貨政策 會員在訂購當日期計算 如果對產品有不滿意 可以30天內要求退貨 會員需要填寫一份退換貨表格 以記錄調換貨的原因 如果會員是因為購買失誤等正常原因 必須要承擔往返運費 相信大家都很關心香港教育中心的相關政策 以及如何申請 等我現在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不過有關的細節內容可能會有所變動 一切都以公司之後發出的公告為準 首先香港的教育中心會分為過渡期教育中心 和正式教育中心 當申請完過渡期教育中心之後 同時有達到要求的話 就可以申請轉為正式教育中心 而過渡期教育中心的申請資格是 申請人必須在香港分公司 艾多美全職的經營者會員 申請人須於香港開業後3個月內達成3次或以上的銷售大師等級 並且需要任何一間分公司的領袖俱樂部成員的單補書 至於場地方面 每間教育中心必須相隔500米 如果該地區已經開設過多的教育中心的話 公司有權不受理 當了解完相關申請條件 大家又符合申請資格的話 可以在官網開放之後 到官網內的資料室下載 香港過渡期教育中心申請文件 填妥並簽署後 連同申請人的身份證正面副本 以及申請人姓名一致的銀行帳戶憑證副本 副本照片上需要清楚顯示申請人的姓名和銀行帳戶 以及附上開設教育中心的場地內外照片 一同以電郵方式提交給我們提交申請文件 經過公司的審查之後 我們會通知申請人的申請結果 通過申請的會員將會安排跟公司進行面試 而通過了面試的會員 可以簽訂教育中心的場地租約 以及按照公司的要求進行裝修 而公司也會為會員安排培訓課程 按照公司要求完成裝修之後 請將裝修好的照片電郵提交給我們 期間我們將會以抽查的方式 到訪教育中心進行檢查 通過了裝修檢查之後 公司將會提供過度期教育中心代賣給會員 並且開始正式計算教育中心的津貼 過度期教育中心成立三個月後 我們將會重新評估會員的資格 過度期教育中心成立之後三個月內 必須達成三次或以上銷售大師等級 就可以申請成為正式教育中心 達到資格之後 請將相關證明電郵給我們 當然啦 如果會員違反教育中心規定或營運守則 公司將有權取消會員設立教育中心的資格 而教育中心的營運規則如下 申請人和教育中心場地租約人必須為同一個人 請注意 禁止以住宅作為教育中心的場地 教育中心禁止提供代購服務 或者販賣艾多美產品和營運其他業務 大會員可以選擇 教育中心為艾多美產品的送貨地址 並且可以在教育中心拿貨 如果有違規又經查證的話 公司有權立即停止教育中心的營運 教育中心內禁止使用誇大或不實的 廣告宣傳物品 中心主任或任何人 不可以將艾多美產品進行二次銷售 網上銷售和提高價格或低於公司原價進行銷售 若經查證 公司有權立即停止教育中心的營運 以上就是有關香港教育中心的部分政策 其他政策可以遊覽我們的官網查詢 如果大家對教育中心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隨時跟我們的客服人員聯絡 成為艾多美的會員 需不需要會員費? 是沒有的 註冊成為會員不需要任何費用 已經在其他艾多美海外公司註冊過會員 怎樣才可以變更成香港會員呢? 等香港公司開業後 可以通過電郵方式 提交申請表格去客戶服務中心更改 另外 請注意必須符合香港會員註冊資格條件 才可以申請變更成為香港會員 而且一個年度只允許變更一次 如果是澳門居民的話 可以怎樣申請艾多美香港會員呢? 香港法人公司首先會為香港居民提供服務 開業之後 公司會盡快開放澳門居民的會員註冊服務 香港會員可不可以在其他法人公司的網站裡購買產品呢? 在香港法人公司註冊的會員 除了可以在艾多美香港公司營運的網上購物中心上面購買產品之外 還可以除了中國大陸以外 其他海外公司的網上購物中心上購買香港沒有上市的產品 如果產品在香港網上購物中心已經上市 就不可以在其他海外公司的網上購物中心購買該產品 另外 由於其他海外公司的送貨服務 只限於當地送貨 所以會員需要自行處理海外送貨事宜 可不可以對外使用個人製作的宣傳品呢? 會員不可以自行製作相關任何宣傳資料 亦都禁止使用私人宣傳品 未經許可 不得擅自在網站或其他地方使用艾多美商標 例如利用個人宣傳品誤導消費者 引起市場擾亂、拉人註冊、推銷產品 或者自稱為艾多美香港總部等 沒有用公司名義、危害公司形象等行為 都是屬於違規的 那甚麼叫做夫妻合戶呢? 夫妻只可以註冊一個會員帳號 然後分為主經營者和副經營者 獎金會支付給主經營者 怎樣可以保留會員資格呢? 在一年內購買超過一次有PV的產品 就可以維持會員資格 即是代表每年只需要購買一套牙策 就可以維持會員資格了 那可不可以在網上推廣 或者販賣艾多美的產品呢? 會員可以在網上推廣和宣傳艾多美產品 但是不可以在網上銷售艾多美產品 而在網上推廣和宣傳的時候 禁止誇大宣傳和散播醫療效果 預免誤導公司產品訊息 若果會員誤導消費者 引起市場擾亂、拉人註冊 以及自稱為艾多美香港公司等 無用公司名義 危害到公司形象的行為 都是屬於違規的 公司會監控和跟蹤各類 侵犯本公司權益的行為 並將其依法處理 我在網上見到 艾多美香港公司的名義 進行招聘、註冊等消息的時候 請問這個是不是公司的行為呢? 為了更加有效發展艾多美香港 公司會不定期招聘員工 但絕對不會要求員工即場註冊 員工亦規定不能註冊成為艾多美會員 所有會員註冊程序 必須在艾多美官網完成 並且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如果遇上以上模型艾多美香港公司 名義進行招聘和註冊的情況 請將其相關資料 例如會員號碼、姓名、電話號碼等資料 電郵到 公司會監控和跟蹤各類侵犯 本公司權益的行為 並且將其依法處理 想追蹤我們艾多美最新的資訊 就要訂閱我們艾多美香港 YouTube官方頻道 之後下來有關最新的資訊 線上研討會、精英分享、會長演講等 有關精華片段 將會在我們艾多美香港的 官方YouTube頻道播出 希望大家到時可以多多支持 今天的研討會都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對我們艾多美的支持 我們研討會一向都是以社訓開始 以社訓結束的 然後我們透過一條影片 一起朗讀社訓吧 下期節目再見